娱乐话题来看到台式与三立电视共同推出的最新偶像剧《恋爱是科学》 21号开始每周日晚间10点将在台式主频首播 剧情探讨台湾社会则偶越来越谨慎 很多人会借助婚众公司还透过了大数据分析 希望能找到理想的对象 演员莫宇文一身霸气 饰演恋爱科学仲介所CEO 一句话戳中现代恋爱难题 就让恋爱科学用大数据为你量身定制最适合你的life partner 谈恋爱也要科学分析搬出大数据来好好研究 台式和三立电视共同制作推出的新周日偶像剧《恋爱是科学》 将于3月21号开始每周日晚间10点在台式主频首播 剧情仅扣现代人仅慎择偶 想办法找到完美伴侣的社会现象 这么多年之后其实自己也会理解 什么是真正人生中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我才会来想要把颜废追回来 演员又盛饰演莫远文前夫 因为南方冲刺事业疏于关心家庭婚姻画下据点 没想到当吴念轩饰演的青梅竹马一出现 剧情变成三角难题 大数据能够帮助找到完美对象 但出现喜欢的人条件不一定完全符合 该如何抉择吸引偶像剧剧情 势必将在先际讨论话题 接着陈出于张元杰台北报道